上节课呢 我们学习了如何自己来做一个录像机 那么这节课我们来简单的做一下总结 以及开发中要注意的事项 我们看一下 可见 首先呢我们要注册这个权限 我们知道调用摄像头啊 这是侵犯到用户隐私的行为 在侵犯到用户隐私行为的时候 一定要告诉用户 比如说我要使用你的摄像头 也就是说我们要申请权限 谷歌这样做呢 也是对用户的隐私的一种保护 所以说我们要申请权限 权限呢 这里面有三个 一个就叫做录音的权限 因为我们录像肯定要采集视频了 采集音频了之类的 还有一个就是CAMEL这个权限 等我们录制完了 当然要往SD卡中进行存储 存储 存储视频的权限呢 叫做写外置存储的权限 权限申请完毕 首先我们就是 还有前三个步骤叫做 比如打开摄像头 比如打开摄像头啊 你也创建一个预览 预览 还有个就是开启预览啊 然后做完这些后呢 就是说创建一个 media recorder 就是创建一个多媒体 视频记录器 创建完后呢 我们要设置 设置音频输入员 就是设置我们录像的时候呢 是用什么设备来录音频呢 还有一个设置视频输入员 包括一些 视频设备什么的 接着就是设置输出 视频的输出格式和编码 这个地方呢 在安卓2.2以上 它是直接 set profile这个方法就OK了 就可以把这个编码和格式一起设置 一起set了 一起设置了 那么呢 在2.2以下呢 我们知道 谷歌官方的API也说了 要使用这三个属性来分别进行设置 包括设置输出格式 设置音频编辑码 还有视频编辑码之类的 接着就是设置完编码和格式以后呢 就是设置预览的显示位置 包括我们刚刚启动相机的时候 有设置一个预览 在录视频的时候 也要设置一个预览界面 还有就是set这个output fill 就设置录视频的 输出录完视频存储的路径之类的 它这里面传的是一个pass的路径 做完这些后 就是准备录制 叫做啊 准备录制 然后就是开始录制 开始录制之前呢 是需要结束这个摄像头的预览的 我们要把上一次上一次的视频给录制完毕 把上次的摄像头给上次摄像头的预览给 就是把上次摄像头的预览给给它 把上次摄像头的 把上次摄像头的预览界面给结束掉 当然结束录制以后呢 还要释放资源还要stop的 先先提用 先停止预览 然后再释放了资源 再消费这个这个都媒体记录器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 刚刚忘记写了 我们写下叫做locklock camera 看一下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 我们要把摄像头给锁定 给锁着锁起来 lock lock的方法 有一个lock方法 我们搜写吧 开幕了lock方法 直接写吧 写到这个地方 ok 当然有了lock方法 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就就要unlock一下 就解锁 解锁摄像机 我们写一下解锁相机 ok 整个录像的流程就就这几步 我们这地方呢要注意的事项就是 首先我们一定要记着创建权限 并且呢创建权限的时候呢 添加权限的时候呢 一定要就是看清我们需要是哪个权限 不要写错了 然后就是我们在开始录制的时候呢 一定要接收摄像头的预览 这样的话才能够进行视频的录制 还有就是在视频录制完毕后呢 一定要把那个预览给停止掉 然后把资源给释放掉 并且把摄像头给锁住 好了 整个录像录像的应用都已经讲完了 那么我们来简单的做一下总结 回头来看我们本节课 我们从最开始的开幕介绍 以及如何查看官方CAMERAPI的相关文档 这里面有本地SDK的文档地址 还有谷歌官网的API地址 我在这个文档里面 在这个PPT里面都写了 接下来就是安卓拍照模块 按照安卓拍照模块呢 有通过Intel的调音系统相机 以及Surface的介绍 我们知道SurfaceView的SurfaceView是一个单位 实践内大量界面变化需求的一个孔建 叫做这个写错了 叫做完成完成单位 实践内大量的界面变化的需求的 然后我们知道它内部是有两个直线层 来来费切换着 来提高它的效率 还有通过Intel的拍照 以及更新媒体库 通过Intel的调音系统来预览照片 还有我们自己做了一个照相机 以及如何使用前置摄像头 包括这个文档 这个PPT里面写的内容 以及如何配置一些参数 自动对焦 闪光灯 分辨率 白平衡之类的 下去大家一定要复习一下 还有一些打开摄像头 打开前置摄像头 以及自动对焦 拍照等的操作 再接下来就是安卓录像模块的姿势 以及如何使用Intel的调音系统相机录像 以及我们刚刚讲的 如何使用自己来 如何使用surface wheel 自己来做一个安卓录像机 这地方呢 我们就是要区别的 就是录像和拍照中间的不同点 录像呢 就是首先要把这个摄像头 给unlock的 就是解锁 先解锁摄像头 以及设置视频的输出格式和编码 还有设置音频源 设置 设置预览的显示位置 包括要设置两次 好了 大概的大致的资料都这么多 大家下去后要复习一下 并且把代码自己写一遍 才能感受到这个开摄的魅力 以及掌握知识的程度 还有我们在写代码的时候 一定要认真一点 比如说就像刚刚 我们就是演示的一个错误 在写权限的时候呢 把它写错了 变成写成其他的权限了 导致软件就是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错误 有时候 如果你写的工程比较大 那么这些小错误就容易影响你的开发效率 后面我们大家写代码的时候注意一下就就行了 还有就是如何高效的去学习这个一门语言 还是肥到我们最开始 最开始讲课的时候 说的一句话 就是我们一定要去查看官方的文档 我们也看了 我们在讲课的时候 一直就跟着谷歌官方的文档来讲的 其实它这个文档还是比较详细的 包括一些4D代码 包括一些操作步骤 官方都给了详细的指南 如果说我们照着它这个步骤来 一步步来的话 我们都可以完成相关功能模块的开发 当然了 有同学会说 它这个网站全部是英文的网站 我们看不懂 其实你多看几遍 或者是装一个呃装一个词点插件 应看词点插件 这样的话就可以 比如说我现在装了有一个词点插件 双击一下就可以显示出来这个这个汉语拼音 这个不是汉字的意思 这样的话嗯多看几遍 时间长了 你慢慢就了解了 其实计算机的单词也没那么多 就那么几个 重复过来 嗯多见了多了 都认识了 好了 整个安卓相机 camer拍照与录像的 拍拍照与录像的课程就到此结束了 嗯感谢大家 好 感谢大家